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玩夠吧? 你這樣一點都不科學 就算這麼大把風扇 都不可以跟台風的真正威力相比 我們還是交給天文海科學主任 Alex 跟我們講解一下 Alex 你好 其實這幾天市民對接下來的颱風山竹 都有很熱烈的討論 其實它接下來的動向究竟是怎樣 山竹之後進入南海 預計它仍然會保持著超強颱風的強度 也就是六個熱帶氣旋級別裡面最高的一個 那我想問一下 接下來的天氣又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預計星期六的時候 雖然有陽光還會天氣酷熱 但海面已經會有湧浪 去到星期日的時候 天氣就會顯著轉壞 風勢會急速增強 而且會有頻密的狂風大雨 而大雨和風暴潮 亦都有機會令到 原來的低蛙地區出現水浸 或者海水倒冠 所以市民應該要盡早完成所有的防禦措施 沒錯 所以在打風來臨之前 各位市民記得做好自己的防風措施 而在打風期間 各位市民千萬不要去觀浪 進行戶外或者水上舞動 因為萬一你遇到意外的時候 影響的不止你自己一個 最後有關風暴消息 與其聽朋友說 當然是聽Alice 說 大家記得留意天文台最新的風暴消息 謝謝大家